伊朗沙特重开使馆 沙特解救伊朗外交人员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伊朗外交部的一条消息 伊朗驻沙特使馆已恢复工作 他是这么说的 伊朗驻利亚德的大使馆 伊朗驻吉达的总领事馆 以及伊朗驻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代表处 这三个外交机构已经恢复工作了 这是自2016年两国断交以后的新的开始 开放使馆这个东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3月10号北京宣言之后 我们先看到了迅尼派跟什叶派的国家相互和解 然后就是4月6号 伊朗沙特北京峰会 双方达成重开使馆恢复通行及贸易 那如今呢使馆重开 也就是说复交完毕 然后呢进入到正常关系阶段 如果你这两个国家说我们要恢复外交关系 重开使馆呢 那这就是非常重要的象征 如果使馆开不了 你这两国家复交你这个东西只是在嘴上说一说而已 只是在外交台面上而已 但是呢两国家恢复了外交会恢复了使馆 然后呢两国家恢复了通行和贸易 那这个就证明啊伊朗和沙特呢 这回真是动真格的了 重开使馆咱这么说啊 永远是具有意义的时刻啊 永远是具有意义 具有里程碑这么一个形象 比如1979年中美复交啊 应该是中美复交啊 1979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重开大使馆 当时的接牌典礼 两个侵华派的官员 一个呢是J. Stapleton Ray 就是瑞孝俭 这个人呢是传教士的孩子 在中国出生 另外一个呢 是当时卡特政府的时任财长 Michael Blumenthal 布鲁文萨 这个人呢 他呢不是在中国出生的 但是呢二战的时候呢 在中国的上海避难 所以这两个人 对中国的感情呢 都是非常非常深的 他们两个到北京 1979年三月呢 搞这个接牌典礼 这个意义呢 也是非常明显的 这次沙特呢 其实给伊朗呢 也准备了礼物 也准备了一份后礼 而且呢非常非常具有 象征意义的那种大礼 怎么回事呢 伊朗在苏丹的外交人员 及其家属啊 因为因为苏丹的内战嘛 被困在苏丹了 然后呢 沙特呢 昨天呢 完成了撤侨 撤侨的过程当中 伊朗的这些官员与家属呢 就随着沙特的撤侨团队呢 离开了苏丹 安全的抵达了沙特阿拉伯 然后伊朗的外交部呢 表示特别的感谢 也就是说原先有人说呀 逊尼派跟什叶派这聊老死不相往来的 看来也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双方呢 拧在一股神 双方呢 相互和解 相互复交 相互停战 然后呢 重新走到一起 我们看到了是中东一体化 我们看到的呢 是中东渴望未来 渴望发展这么一个进程 在这点上 沙特跟伊朗的谈判 沙特跟伊朗的复交 整个过程在北京完成的 证明中国 现在呢 雄心勃勃的 雄心勃勃的登上了历史舞台 登上了就是说新的这个外交的舞台 这个呢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是韬光扬灰 以前是 以前是就是说 自己做自己的事 现在中国开始 向世界 应该说重新开始 向世界输送自己的思想 和自己的这个理念的时候呢 世界将成为一个新的世界 世界将跟以前不一样 但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开始 也就是说 沙特跟伊朗重开使馆 这个是一个象征 中国呢 调停了沙特跟伊朗的复交 这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象征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进 我们在见证 这个历史的这个大时代 大时代的变化 有机会呢 咱们可以聊一聊 具体的聊一聊 这两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现在呢 咱可以聊一聊这个什么呀 沙特撤侨这件事 也就是说 从苏丹撤侨这 这一码子事 最近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 这个东西呢 我可以总结一下啊 有表现好的和表现不好的 表现不好的 美国和英国 都是让领导先走 外交官员撤了 美国这边还理直气壮的说呢 那一千 一万六千个美国公民呢 他们不急着走 所以呢 不应该呢 撤出苏丹 其实呢 我后来查了一下啊 这一万六千个人呢 应该是 他们有苏丹 大部分人都有苏丹和美国的双重国籍 他们很多人是本地的NGO的负责人啊 本地的学者呀 公知啊 当地的武装人员 及其家属啊 也就是说呢 这些人呢 都是美国的小旺旺啊 都是美国的小旺旺 给美国做事的 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呢 却被美国抛弃了 可能呢 他们是苏丹人 可能呢 他们出生在苏丹 或许呢 他们不是美国的主流 不是美国的WASP 如果这些人是美国的WASP呢 那到时候很有可能呢 就是说 哎 该撤就给他们撤出去了 但是这里面说明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 美国的护照 不是那么很霸气啊 不是有人说吗 美国霸气小护照 德国完美的下水道吗 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这事没有 听说过歌谣没有 德国的青岛这个 当年的造的建 建这下水道 然后零件坏了 零件坏了 然后呢 青岛这个政府 当地市政府 那一筹莫展 给给德国当年那个公司打了个电话 据说是克鲁博嘛 给克鲁博的公司打了个电话 然后人家说说 你在这个下水道零件边上有个小仓库 哎 你给他打开 打开一块 油不油不止包的 哎 崭新的零件的在那放着 说明这德国多么严谨 然后呢 中国人多么马虎啊 中国人怎么不如德国 然后呢 2017年的时候呢 德国的慕尼黑呢 发了大水 发了大水呢 这个水呢 这这这这这这 就整不住了 整不住了 就就往那个地铁里边灌 让地铁里边都成游泳池了 然后说呢 你那个油不止那些 油不止包那些东西哪去了 无所谓 不知道到哪去了 所以德国呢 就吃了个哑巴亏嘛 美国这个护照到底霸不霸气 我们看着很多知人知处 在网上啊 说加拿大的护照 多么霸气 美国的护照 多么霸气 他们怎么说呢 因为啊 这个护照 免签的国家特别多 然后说免签 有多么好 多么好 然后给个人 多么大的自由空间 这一点我承认 如果你要 你要按免签为标准的话 那美国的护照相当的霸气 但是 这个标准 这个护照的霸气啊 不应该说是免签 而是什么 而是在关键的时候 在生死关头的时候 给你一条生路 美国这一次从苏丹撤侨 显然撤走了自己的外交人员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所有的公民 一万六千个美国公民撤走 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他这护照不是很霸气啊 他在关键时刻 保护不了所有的美国人啊 但是我们看到了 美国没有撤走 有些国家把自己公民撤走了 这个里边呢 是这么回事啊 表现好的 有那么几个 靠的好像不是战狼 靠的是人脉 这个东西呢 是多年的酝酿 来举三个例子啊 头一个例子呢 是埃及 埃及呢 可以把自己的侨民撤出去 为什么 因为埃及呢 跟苏丹呢 是传统上那种盟友 这个盟友已经很多年了 这个盟友很多年了 另外呢 苏丹的各个派系呢 跟埃及的这个政府啊 就开罗这个政府 他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埃及大量的 这个军队啊 他军队的人员啊 跟苏丹这个军队的人员呢 非常的融洽 然后在这种的人脉体系之下呢 埃及呢 可以通过苏丹各派系之间 把自己的侨民撤出去 这个是理所应当的 这头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中国 中国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中国可以做到 这里面有一个原因 热的 因为 因为这个苏丹 在这个各派系的军队当中 的这个 这个最高长官呢 有相当一部分呢 是中国培训的 什么国防大学的啊 什么 石家庄步兵学院的 就类似这种东西 这种人呢 他们呢 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 然后呢 也精通中国话 然后这些人呢 就是说 跟中国呢 有这种感情 然后中国要撤自己侨民的时候呢 这些人叫他们自己的军队呢 网开一面啊 这让自己的军队 就是说 护送着中国的侨民出去啊 这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呢 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几十年前呢 就已经酝酿成功了 他们这跟中国的关系呢 在很长时间呢 就已经达成了 然后这一次呢 使得中国在撤出自己侨民的时候呢 也相对来说呢 相当的顺利 第三个呢 就是沙特拉伯 为什么沙特拉伯可以把自己的侨民 可以的 可以把自己的外交官撤出去呢 原因是宗教 民间文化 人家这个苏丹啊 毕竟是一个逊尼派的国家 同时呢 在宗教上 在文化上 跟这个沙特拉伯呢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啊 无论是非洲哪个国家 哪怕他是逊尼派的 只要他是逊尼派的 他跟沙特的关系呢 都非常非常的好 他的领导人如果想避难的话呢 基本上倒是去 应该要去 要去沙特避难的 比如当年乌干达 200多近乌干达大利市 阿明倒台了之后 就跑到了沙特拉伯 那原因就是这么回事 沙特呢 从这个文化上 从这个历史上 从这个宗教上 民间上呢 比较比较接近的 所以呢 他可以把他的侨民撤出去 这是表现好的 当然了 还有搭便车的 搭便车一个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跟中国是全天候的 全天候的伙伴关系 所以呢 中国一般撤侨的时候 就把巴基斯坦人也撤出去了 第二个呢 就是伊朗 伊朗这次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呢 可见沙特想的相当的周到 为什么说沙特想的相当的周到呢 说假如说啊 有这么一个场景 苏丹的哪一个亲美的武装 打着自己是逊尼派的旗号 然后呢 在伊朗的外交官员身上 做了文章 这个事儿想必就会影响沙特跟伊朗 复交的一个过程 可见呢 小萨勒曼呢 想到了这一点 他也想到了美国能做什么 美国不能做什么 他能做什么 他不能做什么 他能做的就是靠着自己的影响力 稳住沙特各方 然后在这个节骨眼上 在这个关键点上 把伊朗的外交人员 及其家属安全撤到沙特 只要伊朗的伊朗的官员 安全撤到沙特的话 沙特跟伊朗的关系是加分的 沙特跟伊朗的关系 是更长一层楼子 他们俩的和解 在整个中东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在整个的世界 给世界的一个新的标准 我们现在要崭新的面对未来 这是沙特想到的 如果这一次 如果苏丹这个亲美的武装 打着逊尼派的旗号 把伊朗的外交人员给 让他们有三长两短的话 然后美国这边的NGO 在开始炒作的话 可能就对沙特跟伊朗 这个和解呢 可能就就下了半子 结果就就就就制造了一些障碍 但是呢 小萨拉曼想到了 沙特呢想的变成周到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 把伊朗的外交人员 从战火纷飞的苏丹 安全的撤到了沙特 这个也就是说 让大家看到了 中东地区为了发展 两国为了复交 为了中东的一体化 为了中东的共同富裕 沙特跟伊朗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 已经不惜血本 为什么 这一点我们就看到了 沙特想要与伊朗复交 沙特想要面向未来 那么大家也 大家就明白了 原来你们真是动真个的了 你们真是就是说 不是说表面上 在北京签一个协议 意思意思 不是的 你签了个协议 我认认真真履行这个协议 中国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中国是一个可靠的盟邦 现在中国可以帮着我们复交 明天中国可以帮着我们发展 后天中国可以帮着我们繁荣 这个是我们面向的 这个是我们面向未来的 另外呢 最近还有一件事 就是沙特跟伊朗的情报对仗呢 已经对仗完了 他没有做出报告 也没有做出结论 反正美国很不高兴 这个东西咋回事呢 就是说双方发现 这么多年 包括两国断交的整个过程 很多的恐怖袭击 很多针对对方的打击 都不是伊朗或者沙特所为 而是美国从中作妖 这么一回事 然后同时呢 土耳其 俄罗斯 伊朗和沙特 包括叙利亚 现在在莫斯科 进行情报大对仗 包括2016年12月 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突然在土耳其被枪杀 包括在土耳其发生的恐怖袭击 在伊朗发生的恐怖袭击 在叙利亚发生的很多次事件 包括叙利亚这些毒气这些事件 这些事 他们现在在莫斯科进行对仗 这个对仗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也会发现 很多都不是自己干的 很多自己呢 都没有参与其中 而是有人从中作妖 而是有人在当中搅局 然后呢 想要达到他们所想要的 这种政治上的结果 那这个呢 情报对仗呢 等到情报对仗的 这个 这个报告出了之后呢 咱们来接着分享 反正呢 今天我们看到了 李承威的意义 就是沙特跟伊朗 重开使馆 另外呢 沙特给伊朗送到大理 解救了伊朗 在苏丹的外交人员 这个给大家证明了 中东的和解是真实的 中东面向未来是真实的 中东想要发展繁荣 也是真实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小大矮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听过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这期节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